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约翰一书最后一个信息了 今天我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 我订出来的主题是切据 切据、assurance、带导、生活 三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总结 各位 我们的信仰 不管我们传福音、行善、宣教 这些我们现在为肢体们带导的事情上 我们一定明白 这一切都是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 关系是两方面的 神爱我们 赐下祂的独生爱子 拯救了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能够接受祂的救赎 这个是上帝单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神有切据 这个关系才能够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有切据的生命 跟我们能够过有切据的人生 是连接起来的事情 最近我在Facebook上面的那个平台 我就在一些的基督教圈子里面 我就发表一些东西 也跟一些弟兄姐妹牧哲 他们有一些很简单的有一些辩证 那么我这样做的理由也是 我实在是因为想多接触其他教会的信徒 其他教会 其他中派的牧者 他们的看法 然后当而我自己的信念也可以受到挑战 对不对 其实这些方面也是我们 我们继续在跟众圣徒在一起 信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做牧者 每一次辩论或者讲也讲不完的课题 都是有关救赎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谈到的东西 我们在里面探讨的就是这个救赎的一个保障 人的救恩救赎会不会失去 一次得救了是不是永远得救 这些很简单的课题 对不对 其实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两方面的人都很多的话讲 有很多认为救赎是会失去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经文 他们都会指出来 主耶稣也说 你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没有忍耐到底就不得救 这样 你们如果不结果 只就把你们砍掉 出去烧掉 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得胜了 我必不把你们的名字在圣命册上涂抹 这是启示录的话 对不对 那可以涂抹啊 然后就是你的名字写上去了 然后再涂掉 有这样的经文都会讲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就乍看之下 他们都是比较偏向那方面 就是会失去的 但是呢 从整体圣经来看 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对他的救恩 救赎没有保障 没有这个窃据的话 那他现在的整个的信仰是怎样过的 惧怕出发的 他是要 继续要赚取 赚取救赎来出发的 并不是爱出发的 并不是 那个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 做成他的善功 然后继续在这个生命里面 感动我 激动我 叫我的爱成长 来继续爱神 爱人做出来的服事 所以惧怕 做出来的跟爱做出来的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很多的人是 会在这样的教义方面 觉得也是不重要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他是已经得救了 但是现在 看到自己的行为 好一点的时候 在神面前有窃据 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我被丢弃了 这样的话 是不太健康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读了圣经之后 我也确信 这个圣徒救恩的坚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来的 你们了解吗 我讲圣徒救恩的坚忍 一个圣徒他蒙主拯救之后 如果他是真的蒙救赎了 他是再也不会失去那个救赎的 一直到永恒的永恒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救恩 我能够被拯救不出于我 我们得救乃是什么 本乎恩因着信 这信也不是从你来的 也不是行为 对不对 叫人不能夸耀 一副所书那时候讲了 所以既然不是从你而来的 你不能把它抹杀掉 你不能因着你的糊涂 你的软弱 或者你暂时的有一些又刚硬 然后抹杀掉 反而你是蒙救赎的人 上帝坚忍的爱会干涉你 干涉你甚至管教你 你刚硬的时候不断的责备你 一直到你被挽回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的基督信仰的救赎论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是看见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方面如果没有掌握得清楚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是没有切据的 一个得救的信徒会不会走迷路呢? 会 一个得救的信徒会不会犯罪呢? 他会软弱犯罪呢? 会 但是主所爱的主会管教 主所爱的走迷了 像一百只羊 有一只羊走迷了 主会暂时放下九只九只 对不对?去找那一只 因为圣经有很多的地方 就讲到神坚韧的爱 这些方面 但是这些东西讲来讲去讲不完 师母说 这些什么基督教学者 历史历代的教会 就是炒来炒去 几百年的东西都炒不完的东西 你们讲的话怎么会有结果呢? 当然我也知道 有时候人的信念 读了圣经 有两个school of thought 两个的思想出来的时候 偏这边跟偏那边的 这边也有经文 这边也有经文 但是征战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是这样 我也觉得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人懂得很多 但是人的心 没有办法信靠神 这个的问题 人懂得很多的神学知识 但是人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 在很多的危难 危险 苦难的时候 自己是摇动的 主还爱我吗?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这样 我身为一个牧师 我也真的为众教会祷告的 第一 我自己也为自己的生命要负责 如果我带给各位哪一些的教义 那个教义要经得去考验 所以我自己也愿意受挑战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哪一个方面 你们读圣经有矛盾的 你们一定问我 第二我这样做的原因是 因为我对主的教会有负担 我看到很多爱主要服侍主的人 他们这一生一直摇望 没有切据 那这样的人的生命 特别我发现他们在关键的教义上 救赎的教义上 他们没有着落 当你在神救赎你的这个教义上 没有肯定的时候 你抓错的时候 你好的时候你是可以的 试炼苦难来的时候 你站立不住 当你这个教义没有抓得清楚 当你自己的意志 都不能叫你站起来的时候 你的心灵里面没有办法 看到主的恩典 是谁先在你心里面动工 谁会负责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救恩的教义 救赎圣徒坚人的那个教义 对不对 那个没有清楚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我现在发现现代的人 也现在我看慧君 慧神他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几乎对这样的教义 尤其是这个改革中 加尔文 五大纲领的 然后最后一次得救 永远的信徒的坚忍的 这样的教义 就一整班二十多个人 只有接受的差不多三个 很少 因为现在的人懂得越来越多 他们认为我要做什么都可以 我懂什么都可以 都是我要做的 我努力的 我信的 我行善 我决定要做 我选择 对不对 我热心 其实很多时候 在基督教见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信徒都一直认为是他在做 很多的牧师以为是 那个教会是他在带领 因为我给的意向 我自己的热心 我推动 所以教会人数增长 对不对 但是他忘了 后面有那个逼他热心的上帝 他把那个感动放在人的心 原来之前是他先救赎人 他把感动放在人的心 把意向给他 叫他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很基本的要道 如果我们有时偏差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继续走下去 遇到有些真实的试炼挑战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不清晰 但是你说牧师 为什么这样的教义 会叫很多的人 就是否决 或者在基督教界里面 曾经改革中有这样的荣耀的一个教导神学 但是现在人慢慢放掉这些东西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 今天我要讲一个总结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幕后的时代 不但人的意志 人的思想是越来越人本 人的意志越来越好强 对不对 把自己的意志举得比神更高起来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假教导 错误的教义 滥用了正确的教义 错误的教导 滥用了正确的教义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正确的教义 比如说圣徒的坚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这个你用的时候你要怎么用 对不对 这个是要给圣徒窃据的 这个不是用在 你软弱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在恩典之下 不在日法之下 这个用途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圣经的话是绝对对的 但是你用出来 你用错的时候 那个不得了了 你在不对的时候 你用错经文 不对的时候 这个人应该受责备的 这个人应该要问 为什么我继续活在罪里面 然后活在罪里面 还是觉得理所当然 这个人要问 为什么你信了主之后 你对你的家人的救恩都没有感动 哦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哦 我已经在恩典之下 哦 这个是我的生命已经保障了 别人的生命是上帝做的 那你的生命保障里面 你没有感动吗 你对人的救赎了 没有感动吗 你又得到了永生之后 你对旁边的人 没有永生的盼望吗 没有嘛 所以在这个对的教义 用在不对的时候 错误的群体 所以我跟你们说 这个所带来的那个害处 就是什么末世时代 很多的错误的教导起来 成功升学 对不对 很多的那种New Age Movement 神秘主义 其实他们都是选择性的 用那些能够符合他们的教导的那些教义 滥用的 所以这样的时候 也很纯正的有些教导教义 全部被教会界否认了 所以这些方面也是我们多思想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交易方面的东西 等一下我会多讲 我们一起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第五章 你们看第十三节 使徒约翰说 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教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各位 整本约翰一书写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这句话了 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信奉耶稣基督的人 为的就是什么 教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 所以约翰不愿意 各位很重要的这句话 今天我们讲第一个主题 约翰不愿意 信徒们对自己的永生没有切据 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是神所爱的 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 我要你们知道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切据了 因为如果只有神知道 你们不知道有什么用 如果只有神知道 你们不知道 你们怎么配合他的计划 你们怎么受他的爱而感动 你们软弱的时候 你们怎么会有感动继续呼求他 所以你们要知道 所以连这个永生的事情 现在讲到什么 现在要讲到 我要你们有永生 不但是永生 永生的切据 各位弟兄姐妹 永生的切据 他愿意信徒得蒙对的教导之后 我确定自己有永生 那你怎么确定呢 确定是 对 当然是一种切据了 各位 切据你们了解吗 切据是什么 切据是你的心怀意念里面 你的自信 你的肯定 我又切据 我绝对不被离弃 神爱我 永永远远不离开我 对不对 切据 那我请问 你的切据的根基在哪里 我信了耶稣 我信了 你又肯定 你信了 明天你又讲你不信了 对不对 我的切据是 我的行为 我现在天天去教会 我很饥渴 你怎么知道你两年之后你不会不计渴 然后忽然间来教会的心都没有了 所以当我们讲到切据的时候 相当主观的东西来了 这是好像我里面的 我的心里面 我很肯定 我的脑袋很肯定 对不对 还是你自己 对不对 没有错 上帝要你有那个东西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切据的根基是来自哪里 先有保障 各位 先有保障 才有切据的 各位 这个保障是谁保障的 谁保障 是你保障吗 是你保障 不是你保障 对不对 乃是神保障的 神说救赎是保障的 神说 那在你们里面 动了三宫的 必定成全这宫 直到基督的日子 对不对 神保障的 那一百只羊 一个走迷了 我会去找他的 对不对 这是一直都不失去的 我的羊 认得出我的声音 没有人能从我的手中 把他们走 对不对 有没有 我们主耶稣就讲这种 主先讲那个保障 保障 所以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 前面的话说什么 有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的就没有生命 有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 对不对 所以约翰一书 5章11 12节 这个地方 全部都讲了 所以谁保障 他保障了 所以在他的保障里面 我才能够有切据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先有那个不动摇的 这个保障 这位上帝是不动摇的 他拯救我 本乎恩 对不对 都是他的恩典 在他的恩典里面吃下信心给我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拣选了我 他绝对不摇动的 对不对 绝对不摇动的 这个保障 因为他不摇动 所以我的切据才能不摇动 我的切据呢 如果单单看我的行为 如果用我的行为来看切据的话 很难了 因为我这个行为有时上有时下 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不能用这个来得到切据 但是行为重要不重要 你信了主天天犯罪 你信了主之后 喜爱上帝的道理 喜爱追求圣洁 所以你不是用行为来得到切据 你是看到了你的行为之后呢 你才发现原来那个不变的 不动摇的那位上帝 他在我身上动了三公 所以这个是透过行为你发现了 不但是行为 不要单单讲行为 有时候你在软弱当中 你的挣扎也有的 对不对 有时你在刚硬当中 神的管教也有的 对不对 很多的 有时候你 有时候你 对人的灵魂 灵魂的迫切 为什么天天要为他们祷告 为什么一直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这个也是其中 所以行为是其中一个 对不对 但是从这个地方 你会知道 所以我才会有切据了 才会有切据了 所以我的整个的信仰是因为在这个不动摇的 它的保障得到不动摇的切据 所以我才能够 所以我才能够 我的信仰是怎样 我的信仰才能进入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给我两个字 这个叫什么 圣灵 是祂在我里面运行 使我立志成就祂的美意 对不对 是祂在我里面运行 有没有 圣经是这样 所以祂敢动我做的 虽然看起来我是很努力 竭力多做主公 但这是因为主的恩在我身上 才成的思来的 所以这个人跟神之间的结合 一个人能够全然谦卑地活在主的面前 蒙受了他的救赎 知道这是完全从神而来的 对不对 然后也在整个的信仰道路中 继续爱他 寻求他 然后软弱的时候心里面挣扎 天天要致死身体的恶行 跟罪挣扎 然后看到人的生命的软弱 困苦的时候 心里面有怜悯 想跟他传福音 这是原来已经在你的身上 动了善功的上帝 祂的作为 所以 你已经得救了 这些 但是没有把这些东西讲清楚的 你的证据 没有把这些讲清楚的 然后只有说 我觉知祷告了有切据 我来教会了有切据 我很感觉上帝很爱我 我有切据 我也感觉我很爱祂 很有切据 所以这些人是不能 不能经得起考验的 他的信仰 所以 我跟你们说 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 我将这个信写给你们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是道成肉身的 神的儿子 前面讲什么 他是带来学 水跟圣灵的见证的 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 所以教你们这信奉耶稣之名的人 知道你们有永生 有永生的切据 所以现在 我请问各位 现在魔鬼 魔鬼现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糟糕了 上帝来了 给他们保障 告诉他们 绝对永远爱你们 救赎是绝对保障的 然后你们有切据 我绝对不离开你们 然后你看 我要借着你们的生命 成就怎样的事 所以现在魔鬼看到这个东西 很难了 他以为很难了 我现在要欺骗人说 你这么软弱 你哪里有得救 魔鬼来的时候 你发生在你身上 这么多不幸的事情 神已经离开你了 但是你 马上你翻开圣经的时候 你马上说 不是 我哪里 因为圣经说 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 将来的事 现在的事 永恒的事 无论是天使 无论是所有的被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圣经在这方面 给了那个定见 那个奸人的真理之后 魔鬼没有办法 就是轻易欺骗人了 人的生命跟神一建立起来之后 知道 所以现在魔鬼的方法换了一点 就换了一点 所以邪灵的方法现在是用另外两种方法 既然你的保障是借着 你们信奉了主耶稣基督之名 对不对 生的儿子之名 所以祂的方法是 歪曲这个地方 歪曲祂的本质 你们听懂吗 祂是什么 这个笔应该要换了 祂是道成肉身的 对不对 祂是神的道成为肉身的那一位 祂是道成肉身要讲的是什么 祂是道成肉身的 讲的是祂的神性 祂是道嘛 从神来来的 也讲的是祂百分之百的人性 祂是肉身 的确 玛利亚所生 但是接着圣灵感应 所以歪曲这个的时候 祂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 祂不是童女怀孕子的 祂是凡人 很伟大的一个人 耶稣 我上个礼拜这样讲 对不对 拿撒勒人耶稣 但是祂是凡人来的 祂受洗的时候 那个圣子 那个圣子是灵体 然后临到祂身上 然后忽然间祂是圣灵充满 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 圣子离开 所以摩杀这个地方 要讲的就是 原来这位拿撒勒人耶稣 祂不是神 祂只是一个器皿 当地的一个器皿 如果祂不是神 祂怎么救赎我们 祂怎么能够代替神说话 如果祂不是神 祂怎么能够战胜死亡 然后复活 然后说我也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你们 如果这个东西抹杀了 祂的人性 或者就是这样 祂的人性抹杀掉 人性抹杀的方法就是什么 很多的歪曲这个道成肉身的道理的时候 那时候 这位圣子 原来祂从来没有成为人的样子过 祂只是灵体 如果这样讲的话 如果祂没有成为人 祂怎么能够为亚当的后代代死 你们听得懂吗 亚当的后代就是我们这个人 他有人性的 然后亚当的后代犯了罪 他为这个人要带死 要救赎这个人 他要成为人 完整的人 为他死 然后复活 人的样式 对不对 复活 不是灵体 对不对 人的样式复活 以人性 然后永远的人的样子 活在父上帝面前 为人代求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 神跟人之间永远的中宝 听得懂吗 这个比较神学一点 但是异端是很独的 异端的东西是知道的 你信耶稣吗 你信错的 你绝对得不到切据的 你信假的 你绝对得不到的 异端是知道的 异端是知道的 只要那个本质 对不对 就智山这个名字 我知道这个教会 牧师是智山 但是他来的时候 每次就找知名 但是他叫他智山 没有用的 对不对 他要我这个本人 我的位格 对不对 我的本质 所以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谁 异端是每次用这个东西来歪曲 所以对圣子基督的教导 就是歪曲的 这是一点 另外 魔鬼用的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 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是歪曲的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这个字有点难写 藐视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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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藐视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已经得救了 你不需要再努力了 你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你染若犯罪你也是得救了 就这样的事 所以 Gnostic的教导 灵魂得救了 身体犯罪 没有关系 Gnostic的教导 灵魂是圣洁的 得救了 所以身体犯罪 以后身体灭绝 灵魂还是得救 所以这些都是 这样的教导 第一 你叫已经信主的 已经得救的信徒 我现在讲 这样的教导 叫已经得救的信徒 不会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能 绝对不会努力的 错误的教导 就算给真正的信徒 他吃了那个毒药 他会残缺的 所以教会界里面 撒旦是不能否认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他也没有办法 但是他用这种毒药 放在教会的讲台的时候 叫真心的人 Relax 原来圣经是讲什么 你有了信德要追求知识 有了知识要追求德行 有了德行要追求 爱弟兄的心 爱众人的心 对不对 应该要这样追求的 那已经圣灵住在你里面 没有这个 没有天天背起十字架 没有这个的教导 教信徒完全在地上虚度光阴 然后另外一种危险 就是对教会里面 还没有得救的 但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得救了 因为自己已经来了教会受了喜 但是还没有跟神真正有产生过关系的 听了这种教导之后 他们这样过了一生 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时候就完了 所以我的眼光里面 我是看到尤其大教会里面 做牧师的人 或者像多人要讲到的 他的那个教义 教导出去的时候非常的重要 他一定要在正确的根基上教导 然后要挑战 如果你说一次得救 神拯救你 这是永远不改变的 那你一定要下面再说 那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呢 弟兄姐妹 你怎么知道你已经得救了 你得救的凭据在哪里 对不对 你的整个的生命 现在的生活 你的喜爱 你的追求 你的desire 你的aspiration 你现在很想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什么 如果只是这样平安度日这样的生活 那这还是一个question 所以这样的牧师 他要这样教导 他是一个好牧师 我就想到一个 这个Francis Chan牧师 他在L.A.加州这个地方带教会 十多个人忽然间过了几年之后 他五千个人 后来他走 他放弃那个教会 然后他就是开在家庭式教会 他说为什么 大家都来教会是为了看我 不是看耶稣 他说 大家听信息 看到我这样excited 这么开心 听信息 Amen Hallelujah 回家不读圣经 大家不喜欢读圣经 所以后来他也发现 自己在这样的环境 这样被崇高起来的时候 他也觉得说 我自己也很shook 我自己也得到众人的支持 有一个人一讲我的时候 十个人会马上讲他 他讲 我也觉得很爽 有一天圣灵光照他 说那些上帝所有最讨厌的那种性情 一定现在慢慢在你身上出现 所以他就这样讲的时候 他讲 对 我以前十多岁的时候 那种热心爱主 看到人得救 灵魂 我就很开心的 现在还在这个大教会 享受这个君王的样子 很舒服 所有的人同工都保护我的时候 但是我心灵里面很多时候是空虚的 所以他说这个五千个人的教会他放掉 各位能够这样做的牧师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这个东西 放掉那个薪水 放掉那个位置 然后他去 自己在很多不同的家里面 他就设立牧者 然后告诉他们怎样带领 到了一个人数之后 他自己的家也就会 每个人的家都这样做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他这样做是给很多的mega church pastor 那些每次说 我是跟从主的 信徒也讲 我是跟从主的 不是跟从牧师的 他说当然是这样讲 谁会讲我跟从牧师 不跟从主 但是其实你问 当有一些人挑战你的牧师的交易的时候 全部起来 也自己圣经没有读 然后就是只有这样defend 也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那你说你是跟从主 他说我觉得不是 所以他是一个很正直的牧师 他自己讲 他自己讲 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时候他的挣扎 那些进到他心灵里面的 那种误会的那种心态 全部他就讲出来 感谢主 有这样的牧师就起来 所以他的信息是人家继续会听的 对不对 有些人会听的 他的动机是很纯真 所以千万我们不秒是救赎 这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当我们 所以我的总结 我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地方讲 所以当我们要讲窃句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讲窃句的时候 就是这边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跟着讲 你在神里面的窃句 所带来的 你现在你的生活的成圣 对不对 你要成圣 你一定要讲 对 你这蒙哀的窃句 永生的窃句 叫你今日不能虚度光阴 不能碍事见活 反而是你要与神同行 这个同行不是一个感觉来的 同行里面有 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要跟从主 同行里面是 门徒培训 Disciple Training 对不对 Disciple Training 是同行来的 这个同行里面 你要这样的 被神感动来做 神要你做的 善事 善行 这是神预备你做的 对不对 不要怕讲善行的东西 不要怕讲成圣的东西 不要怕叫人天天死 死去你自己 然后在主里面复活 如果我们讲窃句 没有讲到这些方面 不能的 好像被欺骗了 那种的教导是教人的灵魂 慢慢会藐视救赎的 我明白有时候 我们不要伤害人的信心 对不对 好像今天我的小儿子 最近他又跟他的华文老师出现问题了 所以他又 我老师又打电话了 今天师母又接电话了 小事 其实 但是我的儿子他是 他有这个良心 他就知道 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今天他跟他妈妈就讲到重生的事情 然后他说 我就不知道我重生 妈妈说 你重生的时候 你心里面越来越 希望你心里面追求的是主 越来越想要向主 耶稣 对不对 当然这些有一些证据跟他讲了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但是妈妈 他看不到重生的证据 所以 要么可能他还没有重生 不然就是他很弱 他的重生的证据很弱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非常弱 所以 师母就跟他说 孩子 这个重生的东西是一个奥秘 上帝拯救你是一个奥秘 你现在看不到 有时候也不代表没有 但是你继续你在祷告当中 为什么妈妈叫你读经 这些当中呢 你继续寻找 可能你在祷告当中 你继续这样追求主当中 主自己感动你 你会看到其他的证据 有时候你会看到 可能你的行为真的是有点软弱 但是你的心是 你还是喜爱 要拯救人的灵魂 可能你的行为是有一些方面 你的体质就是改不了 他说我就是不能乖 我就是不能乖 总是要调皮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人 如果人有时候生来的性情是有一点 我们一定叫他 你自己靠近主 你寻找主 你读经祷告当中 然后甚至你有时候也确认 有时候你不听话的时候 主管教你 对不对 主管教他所爱的人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没有教他怎么确认 寻找的话 他只有会看我现在软弱的地方 我现在很不像基督的地方 对不对 只有那个地方他会一直看的 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牧师为什么每次跟你们一起确认 所以你们软弱的时候跟你们确认 其实你们的生命里面 你们在罪当中你们也挣扎的 对不对 你们有时候抗应起来的时候 你们也被管教的 你们很多时候 其实你虽然没有传福音 也不是你不愿意传 不懂怎么传 对不对 有时候 就上了可能有些conference之后 回来很想读经很想传福音 对了 所以与其你一直问 我有没有存生 我有没有存生 你望着寻找的道路 同行的道路 然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主已经在我里面动了三公 这样找的 所以这个得救的奥秘 我们教义是这样讲 但是在牧养人的时候 因为人形形色色 有很多种 对不对 人是很容易被控告的 人的心灵里面很敏感的 这个方面我们是要跟人确认的 我们不是神 我不能说神已经得救了 你不用得救了 我们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说 你的生命肯定是蒙主爱的 绝对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蒙主所爱的 如果你不清楚呢 我不能说 不用不清楚了 已经得救了 不能这样讲 没有根基 对不对 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寻找 所以我帮他寻找 应该这样讲 这一块我已经讲完了 十三节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到第二块 第二块要讲的是什么 是祷告 是祷告 所以今天第一是讲永生的歉举 第二是要讲祷告与拜求 祷告与拜求 我们看第十四节 下面马上说 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祂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了 既然知道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祂的无不得着 各位这里讲到祷告的事 各位我们祷告的信心是从哪里来 祷告的信心从哪里来 从窃局来 所以一个人 我的孩子 他为什么有需要马上找我 因为他知道 爸爸绝对爱他 也在乎他的需要 我跟他的这个关系 叫他绝对会来找我 但是后来我发现还有多样东西 我的孩子 他知道我爱他 他有需要的时候 绝对会来找我跟我讲 除了这个关系以外 还需要另外一样是什么 在什么 圣经里面有讲说 如果我们照祂的旨意求什么 所以虽然有关系了 还有加上一个信徒 他是要按着主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 他绝对向神坦然无惧 阿们吧阿们 所以这方面是 我们先思想 很简单的 祷告是我们上帝给祂的儿女们的特权 与方法 我们多思想 你为什么祷告 危机来了 危机来了 祷告 我不知道怎么做 祷告 我很无助 祷告 我们都祷告 对不对 所以 你们一想到祷告的时候 我们马上都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 上帝给我们很简单的真理 但是 你再问 为什么上帝给这个祷告的方法 你问 为什么我们信徒要祷告 简单的答案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把主权交给神了 对不对 所以就算今天你没有危机 就算今天生活很平安 你还是早上起来祷告 你有没有人问 为什么 你睡觉之前 你还是祷告 为什么 难道是要安抚你的属灵的良心吗 难道是一个形式吗 不是对不对 那是什么 因为 因为我的主权已经交给他了 所以我要知道他的旨意 跟他同行 阿们不阿们 所以 儿女跟父神的整个的关系 除了他来救赎我 我肯定了他的救赎 他给我的永生以外 现在祷告是一个 我把主权交给他之后 我的整个的生活法的开始来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 越少祷告的信徒 你会看到他原来是越多的自主的 越多的自主 自己的方法 自己想怎样就想这样 对不对 所以一个很少祷告的信徒 他的自主心是很强的 一个多祷告的人 你会知道原来他是跟他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的意思 常常改变自己的眼光 然后看到神要做的 被感动来做的 所以他的整个的生命是非常神为 是跟他的祷告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 有两种很奇怪的信徒 特别奇怪 他们的样子什么奇怪呢 他们好像是很拼命祷告的人 但是其实没有祷告的 第一种是什么 这边冲啊 那边有事工冲啊 那边有祷告会冲啊 那边要帮助人冲啊 然后冲到头破血流啊 然后做的东西都是没有功效 他的家人 看他这样 我不要做基督徒了 他的冲啊 是没有祷告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教会里面啊 有一些热心分子 他们热心到没有祷告 热心到没有祷告 热心到没有祷告的时候呢 他们所做的是 按照自己的意念来做的 自己的认为的虔诚 自己的盟要得主的喜爱的那种 来做的那个没有祷告的 原来他们没有祷告的 看来他们看起来 参加很多次祷告会 也常常跪下来祷告 但是里面的祷告 然后起来做事里面 自己的意念出发的 这个是有一种信徒 另外一种信徒就是 他信主五年十年 你五年十年听他 祷告的东西啊 他求问主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得到应允 这样的祷告呢 就是说他的祷告没有改 当神 当神 现在不给他 有一些东西 他没有问主 主啊 你不给我的理由 然后你要给我的是什么 没有问 所以有一些人每次问 牧师啊 你为我的丈夫祷告 叫他蒙恩 你为我的孩子祷告 叫他怎样好 我说你不要管 你来聚会就好 你来聚会坐下来 听到蒙恩 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了 但是五年十年没有做这样的事 就是一直产内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没有了 去了其他的教会 还是跟牧师讲 又一样的话 为我的丈夫祷告 为我的孩子祷告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心没有被改正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讲 方法是这样的 其实我在讲主权的东西 为什么神特别要给人一种 一种祷告的一种方法 其实很重要是你的心灵里面的变化 你们的更新 你们的受神指教 上帝很看重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遵照我的旨意求 我的旨意 我的主权 然后你们就会坦然无惧的来到我面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来的 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思想 祷告与祈求 第二 第二讲什么呢 这里讲到窃据 有窃据的 有窃据的 有永生的窃据的 这里加上一句话 因为这个经文是这样连接起来的 这个经文是讲到 你看十三节 要教你们知道有永生 然后下面马上说 我们若造祂的旨意求什么 我可以这样说吗 一个有永生窃据的人 他大体上他是认识神的窃据的 对不起 他大体上是认识神的窃据的 可以这样讲吗 你们认为这句话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的窃据是有永生窃据的 他大体上是会明白神的主要的心意的 神为人设立了永恒 然后这个世界是有罪的 短暂的 所以我们是一直要跟这个世界分别的 然后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永恒的 所以如果我为我的孩子求什么的时候 我一定是按着这个永恒给我的窃据 我的心灵告诉我主啊 这个孩子他能够爱主被主使用 他学习差一点就是保守 但是让他能够被主使用 如果你为金钱祷告的时候主啊 我的金钱能够从你得为你用 对不对 你不会祷告 主啊 对不对 这个是一定的 你不能骗人的 只有那个比较具体 日常的主的美意 现在孩子身上要怎么为他祷告我已经懂了 但是主啊 有时候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有点惹了他的气 求主教导我 这个是比较具体的 对不对 钱怎么用 有时候我跟人际关系在一起的时候 我讲话每次容易伤到人 求主给我智慧 这个是比较具体的 那个方面是你寻求的 寻求神的旨意 但是大体上来讲 一个知道自己有永生的人 他是知道神的一个大体的旨意的 然后他的祷告是 以寻求查验 或者我讲查验神的旨意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为中心来祷告的 这个才是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祷告 然后圣经怎样说 第十四节说什么 这是我们向他存坦然无惧的心 这句话太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们绝对骗不过上帝的 如果你是已经有永生的窃具的人 你知道你是将来要去建筑的 现在在地上 有时候你对神有点躲躲藏藏的 祷告的时候也没有心 祷告也没有用 你有这种心态就来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几乎百分之百 你是要体贴肉体来祷告 所以你自己里面的圣灵也告诉你 上帝不听的 有没有这样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每次问我 为什么我的信仰也是 明明上帝有这么多应许 圣经最多的应许是讲救赎 第二个应许是讲祷告 你们祈求就必得着 奉我的名求什么就给你们成就 这么多应许 但是心里面总是 求也没用 这种心出来的时候 其实不是信心的问题 你们知道吗 不是信心的问题 是我们 其实里面很多自己的主权 自己的意思 其实我们不愿意寻找主的每一句话 我有我的意思 所以 不能坦然无惧 你们的心责备你们 责备你们 虽然不敢求也不想求 也觉得求了没有用 但是如果你的心不责备你们 你们向神坦然无惧 向祂祷告什么就从祂得着 对不对 约翰义士就这样讲 所以圣经的话 你对照的时候 把人的心灵的光景讲得很清楚 最后我讲完这个我们就结束 然后这里是 所以你向祂求什么 无不得着 这里有一个应许出来了 这个无不得着 这个得着 这个是现在时态 present tense present tense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 祷告是什么时候蒙应云 祷告是现在蒙应云 有时候我们祷告的东西是 我们一直以为还没成就 现在给你成就 但是可能你将来才看见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现在的成就 现在灵界里面发生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 你们一定有一个切据 如果你们现在按着神的旨意祈求 为神的国度 为神的教会 为家人的救恩 对不对 为了你的工作 主啊我在工作上要荣耀神 真的这样 我的经济 我要荣耀神 你心里面很正直的心 你这样祈求的 我绝对告诉你们 这是现在成就的事情 那你说为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因为有一个属灵 有属灵的因素 属灵的因素 你就会知道了 你看《丹尼里书》 你就会懂了 《丹尼里书》第十章 那个地方 第十章好像是十一十二节 他祷告的时候 加百列来的时候 这个魔君阻挡他 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 他是挣扎 他二十一天挣扎 但是呢 那个天使来的时候 他这样讲 你们听 十二十三 十二十三节 魔君阻挡 对不对 天使说 我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 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已经蒙阴云了 我是因你的言语被拆派来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有可能在灵界里面争战中 特别是当我们有时候还不明白 还看不见的时候 我给各位的答案是 你继续祷告 你要的的确确的 是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你的窃据是来自什么 因为我按着神的旨意祷告 并不是我看到 有希望了 要成就了 不是 我们的祷告是一直要寻找神的旨意 你寻找到了 你越祷告 你的心里面越坦然 所以大尼里是怎样 这里有一句话 从你第一天寻求明白 对不对 然后你刻苦己心 You humble yourself 然后等候神 你为你的家人的救恩祷告 虽然他还不信 但是主 像那个寡妇 一直来到那个法官面前伸冤 给我伸冤 给我伸冤 对不对 按着神的旨意这样祈求的人 其实他一定会得到很重要的应允 他马上会发现 无不得着 什么时候 现在 现在的人学祷告 是好像学motivation 用肉眼 要看到有一些 所以我那天跟你们讲George Müller 上帝给他看五个朋友里面 三个得救 两个他没有亲眼看到 你知道他为五个人的得救 祷告的时候 他花多少年 五十二年 这个五十二年的时光 来为五个人的得救祷告 你哪一个人为家人祷告五十二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是越祷告 越得到确据的 越祷告 心里面无不得着 明白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功课 成为一个属灵人 按着主的旨意祷告 坦然无惧 神祝福你们 我们休息一下 四分钟我们再回来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祷告 我们在这个祷告的事上 特别 他怎么应运我的 有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祷告题目 来到主的面前 主啊 这件事情 我非常需要祢帮助 但是其实 那个问题是 以撒纳间解决的 有时候 主啊 我很需要 主给我信息 主日要讲道了 那是主给我 马上会得着的 但是现在 那个爱我的主 与我同在 他怎么牵近我 帮助我 感动我的事情 是其实他要我在祷告里面经历的 因为在祷告当中 第一 我很多时候 我很多的主权 自己的意思没有放下 那个是他在祷告当中 要对付我的地方 但是我是只有关注 主我要的东西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上帝在乎的是哪一件事情 你问 但那是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里面 怎么爱他 降服于他的事情 是比我祷告的那件事情更重要的 所以这是一点 所以上帝有时候 因为怕我们一直不理解 所以但里里书这个地方 也把一些属灵的因素带出来 这个属灵的因素是很复杂的 天使跟魔鬼的交战 连加百列要带一个信息给 丹尼里 有关末世的 当然这是很伟大 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大蒙眷爱的丹尼里 天使来的时候 每次这样叫他 对不对 但是重要的是 在那个交战当中 我看神迹在哪里 丹尼里 它是一致寻求 刻骨记性 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是什么 我们看到 我们看不到 主应允我 我们就不祷告了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到的时候 心里面出现的感动是 又不是我没有祷告 我已经祷告了 我已经祷告了 上帝没有听 对不对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上帝说 其实在这个当中 其实上帝是对付我们的 其实上帝要把他的 珍贵的奥秘 要赐给我们 在这个人的身上 改变他的思想 在这个人的身上 要把他的意志转向神 把他的选择转向神 这个才是真正神 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要明白 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 然后这个过了之后 上帝讲到祷告的时候 一定 各位整个约翰 约翰一书的主题是什么 神是光 神是爱 对不对 所以讲到祷告 这里讲到祷告之后 最后一定是从 代求来结束的 以代求 所以下面你马上会看见 祷告不是单单 只有为自己的需要 这样祷告 求什么东西 因为下面 你得着主的心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为你的弟兄祈求 各位有谁 这里 常常为你的旁边的子弟祈求的 我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是这样做的人 你们是牧者 你们的祷告 如果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都是为旁边的人 他们的生命的蒙恩 他们现在在痛苦 求主怜悦 如果你的祷告都是这样的 百分之八九十是这样的祷告 你绝对是活在神的面前 常常蒙恩恩的人 因为下面你看 第十六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十六节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所以原来死的 这个弟兄好像死的 其实不是死 这个意思就是完全枯干的 有时候人软弱的时候 真的看不到希望 我不知道明天怎样 我下个礼拜要不要来教会 我都不知道了 有这样的消极的意念 捆锁他的时候 借着有些众人的祷告 爱他的人的祷告 忽然间有希望来 忽然间有信心起来 这个奥秘来的 所以将来你们会看到 在天家很多时候的那些 有些人得到很大的冠冕 其实我自己有这样想 我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才会知道有多少人为我祷告 可能在我教会以外 更多的人为我祷告可能 他们可能有些是 就是只有听着信息 然后这样的猛恩 祝福这个牧师 祝福他 他的劳苦 有些弟兄姐妹是 牧师写给我 我已经听了你信息一两年了 常常为你祷告 这个礼拜我看你非常瘦 你的脸非常 是不是很辛苦 原来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心里面有一天想 可能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的冠冕 他们是一直在为众人祷告的 其实天使天君都是借着众圣徒的祷告 在动功 我们看启示录会知道 然后这里说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是说当为这罪祈求 这里一句话 然后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当然罪都是死人远离神的 都是敌对神的 所以大致上大罪小罪都是来自一个对神刚硬 然后悲逆的心 但是这里也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 那我们跟我们的弟兄 比如在肢体 我们讲弟兄就是我们常常在一起有见面 不管是本会宣教都有看到弟兄们 那在这里呢 圣经这里说 你要为弟兄代祷 代祷 代祷 其实这个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要讲的就是爱了 各位我相信 约翰在这边讲这些话不是多余的 整个约翰一书的主题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爱神的也爱弟兄 那这个爱弟兄呢 我相信不是停留在情感层面 也不是保持和睦关系不吵架而已 各位这个爱是从哪里你认识的 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拯救罪人 然后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事情 我们才明白何为爱 对不对 人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来为我们死 那么现在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 也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 诸所爱的弟兄姐妹 他们有软弱 或者有现在有一些非常堕落的光景的时候 你心里面其实是你心里面的那个圣灵 对不对 给你窃据的那个圣灵 给你永生的窃据的圣灵 这个圣灵圣洁的灵在你里面 原来告诉你 主啊我是跟这些人一起要去见你的 但是现在他落在罪中 我想到你怎么来拯救我 然后这个里面马上同样的这个心 产生出怜悯 所以你们知道吗 我们为我们的肢体 尤其是在软弱犯罪当中的肢体祷告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的特权 也是我们的义务来的 如果我们说他犯罪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他 这样放着他 这个不但是你不爱他 在某个方面来讲也是不爱神的 你没有尝到神心中的痛 神把他的生命捨去来喂他 然后现在仇敌攻击他了 当然一个真的信徒不会被攻击到死掉 但是你要知道 我给各位明白 人是得救的 不会被攻击到死掉 但是他会来到他的灵命一直走退步 也受到罪的这个摧残的时候 其实很惨的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书讲 这个人他这样犯罪 把他交给撒旦 他的身体毁坏 如果上帝真的完全放手 把一个已经蒙拯救的人 他交给撒旦的时候 撒旦要怎么毁坏他的身体都可以的 最后他只有灵魂得救 如果我们按照教义来讲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一个真的得救的 他的整个的身体毁坏 但是你要问 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 为什么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步 跟我们不管他 不理他 他周围应该为他祷告的人 鼓励牧养他 或者训责他 没有做 所以他才会走到这个地步的 所以保罗这样讲的时候 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看到他悔改了 感谢主 你们知道吗 人的灵魂的背照 跟身体的背照有相似点的 如果人的身体一直拒绝食物 它是会衰落到一个地步 然后整个人连拿食物放在嘴巴 连食物放在嘴巴 咬都没有力量 对不对 所以他是要掉水的 就强逼他吃了 对不对 人的灵魂也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 他是拒绝神的话 听神的话厌倦 然后因为某些的问题 他一直受到攻击 到一个地步 这个神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听进去 也没有办法领受 这样的人有时候 一来教会 一坐下听到受控告 一坐下听到 然后没有办法领受 就整个信息 越听越痛苦 有这样的光景 也没有办法领受 没有办法吃了 圣的话 这个时候 谁要帮助他 如果是主 他会怎么做 所以各位要想这个东西 所以他会透过 我们圣民爱他的 怜悯他 旁边的人 跟他一起确认主的爱 为他祷告 这样扶持他起来 其实这个举动 不但是爱弟兄 也爱教会 这个就好像 狼进到羊群里面 吃掉一个羊 那个羊旁边看到 一个羊被吃掉 还好没有吃掉我 我还离他很远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个狼一进来羊群 最一进入以色列的时候 一个一个吃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雅各书五章二十节说这句话 你们翻开 雅各书 前面的话 雅各书 你翻到前面 彼得前书 前后书 然后就雅各书 五章二十节这里说什么 这人该知道 对不对 第十九节 五章十九节 我的弟兄们 看到吗 你们中间若有诗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 这人该知道 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 下面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 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许多的罪 罪是会繁殖的 狼不是进来就吃一个羊 这样简单的东西 这个狼进来 比如说一些人心里面很多苦毒 非常讨厌另外一个弟兄或姐妹 然后他的口里面就讲毒话 讲闲话 然后这个讲毒话讲闲话之后 这个的人 这个的另外一个弟兄 还有他的旁边的人 他的家人全部听到 哎呀 他这样 听的时候 哇 产生冤屈 产生了 所以一个人的仇恨 然后现在传一个人跟一个人变成什么 哇 一个家族跟一个家族 一个种族跟一个种族征战 各位你们明白吗 这个都是其实在教会里面 这个罪很容易扩散的 这个罪传闲话 说三道四 还是什么 其实我们也不能过度的责怪那个开始 因为那个人也有冤屈 对不对 他也有冤屈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这样好 我就是不好 所以都是受伤的 夫妇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要离婚 也是两个人讲的都对 但是都是从自己的角度讲 因为两个都受伤 所以我们做牧者的 做门徒的 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讲如果我们不去阻止 也不是说阻止 我们不去劝勉 不去祷告 对不对 为他祷告 然后帮助扶持的话 这个是会像面交这样发散 所以我是最清楚我在家里面 孩子之间有一些摩擦 总是我先让他们摩擦 摩擦完之后 我就会出来 一定有一些公道会讲 或者鼓励一些该鼓励的 这是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有仇敌的工作进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应该要做的事情 愿我们会明白 祷告是从 不要只有留在我的特权 就这样 那你为什么祷告 但是按着主的旨意祷告 然后祷告的时候 蒙应允无不得着 然后怎样 你的应允到什么地步 到你对主的教会 主的子民 有怎样的爱 有怎样的爱 虽然也不是你的家人 但是你看到他落入罪的时候 全生命来要拯救他的 这样的人就是自然而然的 他会成为小组长 成为长老牧师 这样的一定会的 主的教会其实不用太多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这里 现在参加聚会的人 全部变成这样 我们教会五百个人也可以照顾 你相信不相信 我每次这样讲 一个门徒可以当五十个人 一个门徒真的 起码十个人 如果你会牧养 起码十个人你是会照顾的 也教会你们 我们一起看 下面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顺便讲 这个是不至于死的罪了 主的圣民有软弱 但是也有至于死的罪 所以 这里讲的死的意思就是灵魂死的意思 至于死的罪 所以至于死的罪是 奥古斯丁讲 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他用的字是什么 至终不悔改 或者我们用主耶稣的话 亵渎圣灵 用英文来写 Bless me the holy spirit 亵渎圣灵 但是这个很难define 很难定义 奥古斯丁是这样说 一个人很清晰 带着很清晰的头脑 然后以抵挡的意志 来抵挡真理 所以他是很清楚知道 耶稣是神 耶稣是真理 但是很清晰 好像天使 很清晰 但是用他一切的意志 来抵挡 所以这个是罗马书所讲的 他们是行不易阻挡真理的人 心里刚硬的 有这样的人也有悔改的 也会有 所以 所以亵渎圣灵的意思 至于死的就是 他这一生都会抵挡的 他这一生 不会接受主的福音的教导 真理的光照而悔改 绝对不会 通常 我相信约翰在这里 可能他指的是假仙子 这些假仙子 曾经在我们当中的 他们已经看过神迹 尝过天恩 对不对 他们还是 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他们背后的灵 实在是很邪恶 所以他们是行不易阻挡真理 然后现在出去 这个Gnostic派里面 然后现在用这个 来天天假的教导 来天天影响主的教会 可能指的是这些 所以约翰说 他们是自于死的罪 我不是叫你们为他们祷告 我是叫你们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另外一句话也可以说是 至于死的 因为现在他的生命还不会判断 他到底将来会不会改过来 但是你在教会 比如说看到一些人 奸鸣啊 赌博啦 对不对 偷啦 讲篇话 这些光景里面 后来你要去劝他的时候 后来你发现他没有 连重生都还没有 他还在死的状态 你要劝他 用主的话劝他的时候 拿主的话我都不信 他只是坐在教会而已 你讲什么耶稣救我 我一想怎样就怎样 他只是 我来教会 不是为了什么你们的神 我只是为了朋友 还是什么这样做的 也有 对不对 这样的人 也不是说就论断他们 你们是完蛋了 下地狱 对 但是这样的人 我们不要去关注 他现在的什么 翻尖银啊 讲篇话 赌博 不要关注这个 你要关注的是 你跟他传福音 他还没有认识主啊 对不对 所以你去劝他 弟兄 不要赌博啊 没有用的 对不对 因为他里面没有主人啊 你们了解吗 所以有很多方面可以应用 这句话 所以十八节 十八节 我们继续 我们知道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这句话 这句话又来了 谁可以解释 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好多次出现了 我那时候的解释是什么 我的解释就是 什么叫不犯罪 不犯罪的意思就是 不会因罪 挣扎 你不会因罪 挣扎的就是 你是犯罪的人 You are living in sin You have sin 对不对 这里是这样讲 Continue to sin 圣经是这样讲 Continue to sin 原文是比较是 Present Continuous 10 就是 继续犯罪也没有感觉的 所以 凡从神生的 重生的人 他在罪里面 他会挣扎的 所以 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太敏感了 我犯罪 我信了主 还继续有一些罪 人不知道 很怕自己不得救 自己所想的 心里所感受的 常常跟圣经讲的 那个圣经不配合 一直怕自己不得救 所以你怕自己不得救的 你还在得救了 你来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个蛇困着你 困着你 如果你还会挣扎 就是你还没死 如果你不挣扎 就是你已经死了 就是这样简单 这句话就是这样了解了 然后第十八节 十八节 重生生的 下面那句话 必保守自己 其实 当然很直接的意思 我不用解释了 重生的必保守自己 但是下面有古卷 它是这样写 其实那重生生的必保守他 其实 这个比较 我觉得比较靠近的意思是 那个重生所生的 那个人的生命 他里面的那个生命 主耶稣的生命 必定会保守他 其实这个不是讲人 自己保守自己 乃是拯救他的生命 必保守他 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胜过罪的 乃是神的儿子的生命 还有他的信实和坚忍 他会保守我们到底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有些软弱 最争战的时候 我们一直要抓住的是这些话 这些话 主必保守我的 然后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看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所以有窃据了 你看又来了 很多这些我们知道的意思就是 We are affirm We know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之下 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你是属神的 因为你现在跟这个世界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意志 生活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跟恶者是在一起运作的 但是你里面的东西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你才有窃据的 如果你活着跟这个世界一样的话 你怎么有窃据啊 你不能骗自己嘛 然后下面说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为什么叫真实的 因为他是真理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这个十九二十戒 很简单来讲 世界 世界的王就是那个儿子 各位我们思想 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王 这个儿子他们是并行工作的 对不对 他们是没有矛盾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智慧人 胜过世界 不是先与这个世界有共同的方法 很多现代教会 他们是我们要去世界拯救人 然后用的全部的方法是世界的 信念也是世界的 什么积极的思想也是世界的 全部世界的 然后只有一个打着要传福音的名号 我们要去拯救他们 这怎么有智慧啊 我在想他的智慧从哪里来 这里分明是讲到有一个不同 我们在世界要有智慧 我们能够在世界有属天的智慧 所以是你先要发现这个世界跟你里面的主 跟你里面的天国的那个不一样 先有不一样的 你才能够进入他们当中赢得他们 所以那个不一样是很重要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牧师最近讲的主日信息 好像都是世界的我们人很关注的课题 对不对 比如说我讲工作 工作 上荣耀的工作 世界的人也讲工作 对工作我们要做得好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工作要努力 对不对 我们要诚实 世界的人也这样讲 所以不能这样讲 我们先讲神为人定的那个工作的荣耀的意义 先讲什么 原来上帝给人的工作是多么荣耀 到什么地步 这个亚当看守伊甸园的事情 有四个江河 对不对 流到全世界 借着工作来拯救全世界 祝福全世界的 这个奥秘来的 所以基督徒本身 连你明天你是engineer还是老师 明天去上班的这个眼光目的心态 你带着的全病都不一样 才对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眼光没有 我去 就是跟世界的人在一起 你要拯救他们 你发现你跟他们同化了 很快就是一起了 没有办法胜过那个culture 因为你里面还是很多的 没有这个工作怎么办 家属养 钱哪里来 然后几时加薪 老板给我多少 bonus 这些全部一样 然后你要拯救不能的 因为这里明明说 你看明明是这样讲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然后全世界是在恶者 恶者带领的那个律之下 对不对 这个世界的人的思想 他们出来的对钱财工作的思想 当然他们的意志是为了要达成这样的成功 然后他们追寻的是什么 你们的工作是不一样 然后上个礼拜刚刚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讲这个兴趣 天知决心还有意志 对不对 为什么我讲这个兴趣 因为现在的人很信这套 儿女教育很信这套 对不对 都信这些 我不是说错 如果我们讲no 这样的我们就是不贴实际了 因为上帝也造人的意志 也给人兴趣 但是我们一定要圣化 我们一定要透过福音 透过神的大使命 我们要圣化 所以圣化之后 我们不是我们努力 乃是神在我里面运行 使我立志行事的那个决心 乃是我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 我的决心决意出来了 我蒙受了福音的光照之后 以前没有的那种兴趣 现在对人的生命 都要拯救福祉主的教会的事情上 兴趣就来了 所以这个方面 所以这些兴趣来的时候 比如说弹琴也是做的 主日学教授也是越来越得到恩高 对不对 越做越有兴趣 这些是一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现在发现教会的信息里面 是越来越不同的地方是模糊了 所以有些人去教会 教会听信息跟我老板讲的话差不多一样 除了一个有耶稣一个没耶稣 以外那个价值那个方法什么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这就是教我们信徒在世界失败的因素 愿祝福你们 所以约翰讲的话 我相信尤其是在这个末世时代 这个黑白的东西越来越明显出来 这个世界快要成为一个了 你们看 然后就是那他儿子的 然后最后21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最后一节 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首远避偶像 最后一句话 偶像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最后这句话给人了 我们信徒最严重的问题 也是有始至终的问题 就是一个偶像一个字 有了神之后还有偶像的问题 所以什么叫偶像 比神更看重 比神更在乎 比神更加依靠的 比神更加追求的 那个是你的偶像 我用三个来讲 我就结束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物质 其实这个物体 物质 连外邦人也是 都是看得到的 有形体的 金 银 铜 铁 这些东西 做成的神像 拜 对不对 物质的东西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 我们没有拜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的钱 还有什么 舒适的人生 房子 车子 孩子的教育 事业成功 什么这些 这个是物质的东西 物质 这个是其实 我跟你们说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 那有一些比较 能够看开这些的 钱不重要 我世界的成功 我能够放下牧师 有 我看在教会有 但是被什么 被关系 特别亲情 配偶 儿女 父母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 你们爱我 不生于爱你们的父母 妻子 儿女 讲着你们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必定会来到一个地步是 你会体贴你的爱人 他的心 你的孩子 他的益处 然后你放弃 我叫你做的 一定会来到那个地步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道路里面 开始上帝给我们物质的一些考验 好不容易过了 但是后来你发现这个过不了了 但是最后 最后比这个两个更厉害的偶像是谁 就是你自己了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偶像在哪里吗 你说我自己 我自己是我的偶像吗 我不觉得啊 我又不是天天看镜子 看我自己自连狂 我又不是这个 我告诉你 什么叫自己成为你的偶像 你的思想就会自动 你们知道吗 思想 人爱自己是怎样 他以自我为中心思想每一件事情 人爱神是以真理还有天国为中心来思想 人爱自己以肉体地上的事为中心来思想 所以他自己有钱财的思想 养老养老的思想 儿女儿女的思想 什么思想 什么思想都出来 其实这些物质关系 其实都是他没有发现 这个里面都是因为他有对物质的某一些思想 关系的某一些思想 都是世界来的 都是以自我要得 或者为利益来建立起来的思想 所以很多人是 我好不容易放掉钱了 等下又为孩子的学业 好不容易放掉孩子 又为健康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有始至终 这个思想没有升华 所以为什么我们整个的信息 一直说要建立生命思想 你重生之后 上帝为什么把真理赐给我们 我们现在的苦 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是我们的 我们在想很多的东西 想到家人的救恩 想到明天的生活 或者事业的东西 没有按照真理所讲的思想 那个就是爱自己了 所以你要远离这些 你没有真的用真理来建立你的生命思想的话 无论走到哪里 就是你的自我就出来了 自我就出来了 马上的 你离不开你的思想 对不对 愿主祝福我们 我们 约翰一书讲完了 我还有两个礼拜 就是 两次的门徒培训 讲完之后 我就去宣教 下一课我讲约翰二书 下一课 再多一课约翰三书 一章一章这样就讲完了 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宣教 然后之后我回来 我跟你们说 我还没有祷告 到底要讲什么书 等我宣教回来 主会感动我 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再一次用主的真理教导我们 主 感谢祢 我们从祢的仆人 祢的使徒 他所写的 这么的明确 主 祢的道是这么的光明 照耀人心 使人的灵魂苏醒 主 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 更加的明确了 主 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偏拙 不偏忧 乃是行在主的旨意中 主 我们也为这群弟兄姐妹 还有每个周二这样 不休息的 继续这样跟着这个信息 来装备自己的弟兄姐妹 求主让这群人成为 耶和华的精兵 兴起来 主 你所透过你仆人讲的道 存留在他们的心中 成为他们 这一生他们会服侍你 跟从你 他们会拯救很多灵魂的 他们的根基 使他们一生不偏离 成为主很重用的仆人 求主帮助 用你的道自己来呼召人 我们感谢你 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在回家的路上平安 明天也重新得力 到现场去成为美好的见证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生的名 阿们